娱乐圈中有很多明星真的是童年 明明已经四十多五十多岁 但是整个人看上去非常年轻 跟同龄人站在一起 根本不像一代的人 和年轻人站在一起 也是毫无违和感 何炯 林志颖都是这样 何炯可以说是陪伴了不少人的童年 而且何炯的人缘真的是超级的好 日前他的社交平台粉丝也已经破译 可见大家对他的喜爱 作为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何炯无论是专业度还是临场反应能力 都是绝对厉害的 而他人缘好的最主要的 一点就是他很会照顾人 情商很高 对待新人演员后辈永远都很包容 开玩笑也是恰到好处 说话做事很有分寸 永远不会让人有尴尬的感觉 平时大家都称呼何炯和老师 除了因为何炯是名老师之外 其实也是对他的尊重 有更亲密的朋友的话 私下会叫他炯炯 例如谢娜 王磊登好友 还从来没听过有谁会叫何炯叔叔之类的 不过呢 马思纯直接管何炯叫上罢了 录节目的时候 何炯和马思纯等人正在讨论分配角色 何炯说道于是我变成 好像是 一旁的马思纯一脸认真地说道 你是我爸 一句话让何炯当场诗话 众人都笑翻了 真是扎心了何老师 何炯崩溃大喊 你老忘记我们是同学 原来大家是要演同学 哈哈 马思纯真是吧 何老师都要逼疯了 最后何炯怒吼一声 我怎么会是你爸 真真是我拿你当同学 你拿我当爸 哈哈 小马哥也实在是太可爱了 何老师这年纪还当不了你爸呢 哈哈 小马思纯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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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